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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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这首动听的旋律 估计许多人并不陌生 没错 它就是夷蒙山小调 它被认定为是夷蒙地区 最具代表性的名额 《飞升海内外》 移蒙好风光也逐步渗入到人的心灵当中 成为移蒙大帝的主题形象 然而这美丽的移蒙风光背后 还演绎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飞升海内外》 1943年11月 在蒙阴县 我军曾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以伤七人牺牲两人的叫嚣代价 取得了坚敌三百余人的重大胜利 这就是在夷蒙地区家喻户晓的南北戴固保卫战 1947年 著名的孟良固战役结束后 戴固地区又发生了一场历时四十多天的 第二次南北戴固保卫战 我军共打退敌人百余次进攻 再次以胜利告终 据说两次戴固保卫战的胜利 除了我军将士殊死搏斗和当地百姓奋力支援之外 还与这一代特殊的地貌有关 什么地貌啊 就是这个字固 在词典当中固的意思是四周陡峭 顶上叫平的山 它多用于地名 这个字在其他省市比如江苏上海等地方 一些地名当中也有出现 但是有这种地貌的几乎全部在山东地区 特别是鲁中腹地蒙英一带的周边曲线 两次戴固保卫战 我军战士驻守顾顶 居高临下这是地势上的优势 但是顾顶是非常平坦的 没有什么遮挡物 当年日本侵略者曾经疯狂地用战机轰炸 将士们是靠什么掩护的呢 还有 为什么带过地貌大都出现在蒙英一带的周边曲线呢 为了探寻其中的奥秘 地理中国设置组跟随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王隋浸一同前往山东省蒙英县展开考察 蒙英县 位于山东省中南部林仪市境内 距离省会济南市一百五十多千米 蒙英县地处宜蒙山区副地 境内群山林里河流密布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蒙英秀美的山川大地 这里一年四季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良好的水土条件 为蜜桃 苹果 梨等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在蒙英县 科考队了解到 当地素有移蒙七十二故 三十六故在蒙英之说 而尤为奇怪的是 三十六故大都集中在蒙英县的戴固镇区域内 且那些故的名字多数和动物有关 如墨龙故 蝎子故等 老乡的介绍让科考队员有了更多的疑惑 奇特的故为什么集中出现在蒙英县的戴固镇 那些故的名字又为什么多和动物有关呢 为了揭开谜团 科考队从蒙英县城出发 前往戴固镇 戴固镇 位于蒙英县的东北部 一路上 科考队发现 这一带群山连绵 树木葱裕 在戴固镇 老乡告诉科考队员 这一带除了有以动物命名的固之外 还有石人固 以及很多没有具体名字的方形山峰 曾经有人在乌龙固上 发现过一大片造型奇特的建筑 斑驳的城墙 怪异的图形 似乎在讲述一段久远而沧桑的历史 在那些巨石的周围 还有一个叫仙湖楼的地方 据说月黑风高的夜晚 仙湖楼就会出现晃动的黑影 并且伴随着凄厉的叫声 让人不寒而栗 那些和动物名称有关的山峰 那都分布在乌龙固的周围 它们无一例外地呈现出规则的集合形状 并且都以固来命名 这个百余平方千米的地方 为什么分布如此众多 样貌奇特的山峰 山顶上的奇特建筑和七粒叫声 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详细了解情况 科考队决定就近攀登一座无名故 真累啊 可能当地的百姓 他们走这种路 就像他们讲如履平地 可以飞奔着走 我们这一路走上来真是攀爬 连手带脚一起爬的 太滑了 它纯属这种山路 途中 科考队员真是感受到了攀爬的艰难 这里根本没有真正的道路 脚下都是坚硬的碎石 去往山顶的路 几乎是一条垂直的一线天 攀爬时稍有不深 就有坠落的危险 好了 到了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我家怎么感觉的就是中间有一个坡坡坡上 嗯 到后面 经过艰难的攀爬 科考队终于安全抵达山顶 从山顶远远望去 目光所及的山峰果然平坦地让人叹服 不过 大家注意到 山峰的四周都为斗崖绝壁 几乎看不到一条上山的道路 向道说 过去到这里采药的村民经常发生异悟 后来 当地人发明了一种独特的鞋子 村民只要穿上这种鞋子 登起山来 剑步如飞 丝毫不会受伤 向道的介绍使科考队员产生了好奇 这鞋子到底是什么样子 它与普通的鞋子又又何不同呢 大娘在家 你好 你好 这个底儿当时纳得挺厚的 挺结实 就这么摸了的感觉特别的结实 但是这个鞋鞋 原来 这是当地人经常穿的布鞋 鞋底 鞋帮都纳得细密厚实 方头微翘 上有两条前开后合的梁 很像鞋型 因此 人们形象地称它为鞋鞋 村民说 鞋鞋之所以在戴固镇盛行 除了这里山多路线之外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山里有很多鞋子 鞋鞋可以保护脚 不被鞋子遮伤 鞋子用途在渡泥的时候 他这写 surt de la c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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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 还试着眼裏 哈哈哈 您这 contained 这是 这里不是出去的时候 那我觉得山还没有出去的时候 他这里只要出去的时候 是的 这山方便就是在这里 是的 山方便就是些的 哦 一遍 在向导的带领下 科考队一行人抵达蝎子谷 没过多久 大家果然发现了蝎子的踪迹 一番观察 专家发现 这里蝎子的体型特征 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在中国很多地区都较为常见 可是 他们为什么在戴固镇的蝎子谷 大量出现呢 随后 专家对周边的环境进行了考察 他发现 蝎子谷的身体大多是片状岩石 杂以泥土形成的山坡 野草和地矮灌木遮挡了阳光 而蝎子喜暗怕光 尤其害怕强光的刺激 蝎子谷的土壤特征 以及光线特点 为蝎子繁衍生息 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除此之外 专家说 这里的山体存在大量裂系 而这也是蝎子聚集的一个重要因素 原来 蝎子的生长 繁殖 与环境的湿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天气久旱无语时 蝎子会钻到地下 约一米深的潮湿处躲藏起来 如果遇上阴雨天气 它们便会爬往高处躲避 蝎子谷周围土壤疏松 还有大小深浅不一的洞穴 便于蝎子藏身 即使遇到长期阴雨 蝎子谷天然的海拔高叉 也让蝎子能轻松地 找到缝隙洞穴 从而躲避雨水 种种巧合 使蝎子谷成为蝎子生存的乐园 另外 大家发现 谷的形状和蝎子的确有些相似 因此 这座山峰便被当地人称为蝎子谷了 看来啊 这蝎子谷还真不是徒有虚名 另外 考察期间啊 向导为科考队员解开了 戴谷镇这个名字的由来 原来啊 在北戴谷顶上呢 可以望见泰山 而泰山呢 又有戴山之称 所以很早的时候啊 北戴谷又称旺戴谷 后来简称为戴谷了 历史上 古代帝王祭天风扇 大都是在泰山 戴谷镇距离泰山并不算远 人们在沃龙谷上发现的奇特建筑 会不会是古人祭祀史的场所呢 科考队决定去沃龙谷 谈个究竟 图中 可考队员发现 远远看去 整座沃龙谷 枯似一条巨龙 盘卧在大地上 由此队员推测 这大概便是沃龙谷 名字的由来了 继续前行 队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建筑 在半山腰上 一处石墙十分显眼 只见这处石墙高约三米 长约四米 垒墙的石头大小不一 相互整齐堆叠 在山顶的一块大石上 科考队员还发现了一个 类似棋盘的图案 图案的方格大小 数量和相机棋盘极为相似 但是却没有储合焊镜 很快 大家在这个图案附近 又有了新的发现 只见一块巨石上 凿刻着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圆形 圆形的边缘 是一圈深约十厘米 宽约十五厘米的石槽 圆的中间有一个凹坑 这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经过仔细观察 队员注意到 圆形石槽上窄下宽 中间凹坑的直径和一根木桩的直径大小相当 由此专家推测 这很有可能是囤粮所用 随后专家查阅资料 从与墨龙固相距不远的 济王固的记载中找到了线索 在《遗水限制》中这样写道 济王固在县西北八十里 边平阔可容万人 相传济侯却国居此 济王固距沃龙固不远 科高队员由此推测 沃龙固也极有可能是兵家必争之地和百姓躲避战乱的理想之所 至此专家认为 沃龙固上各种奇怪建筑 应该和战争以及人类避难活动有关 圆形图案应该是修筑粮仓时留下的遗迹 圆形中间的凹坑是固定粮仓的柱子所用 圆圈石槽是固定粮仓边缘留下的痕迹 类似棋盘的图案可能是排兵布阵所用 残破的石墙则是曾经屯兵或避难的场所 揭开了奇特建筑的谜团 沃龙固顶的黑影和怪声又怎么解释呢 据当地人说 这应该和一个叫仙湖楼的山峰有关 在村民的带领下 科考队前往仙湖楼 路上科考队员发现 固顶植被茂密 生态环境保存完好 专家告诉队员 这种环境恰恰是各种野生动物的理想栖息地 而这也大概就是带固镇 很多固以动物命名的原因了 继续行进一段时间后 科考队抵达仙湖楼 大家看到这里并没有任何楼宇 由此专家推测 当地人所说的仙湖楼 应该是一个从沃龙固分裂开的独立小山峰 专家经过仔细考察后发现 在这个大的猎系两侧 有很多洞穴和裂缝 它们成为狐狸 章子等野生动物的天然庇护所 这些动物在夜晚出没的身影和叫声 很可能让村民产生联想 从而赋予仙湖楼种种神秘的色彩 不过 大家依然不解的是 这些固顶大都平坦开阔 战争时期 我军将士们是如何赢得带固保卫战的胜利 面对敌方的飞机大炮 他们又是如何进行防御的 带着这些疑问 科考队来到南带固 很快 队员便发现一处幽深的洞穴 这就是当时南北带固保卫战挖的防风洞 这个位置已经非常隐蔽 当时的洞口可能鼻子还要大 后来有这个泥土有点掩埋了 探塌 探塌 里面的洞深不见底 深不见底 现在是 掏好多人 掏好多人 很深啊 在防空洞口周围 又有队员发现了一些已经生锈的蛋片 大家几乎能够感受到当年壮烈而英勇的战斗 此时大家还是对这如同一顶顶石帽子般的地貌感到好奇 这种地貌又是怎么形成的 专家说 一种地貌的形成往往有多种原因 想要揭开戴固地貌的成因 还需要寻找更多的线索 于是 科考队在戴固镇展开全面考察 不久 大家在录固上发现一处奇特的景观 这应该是地质构造优灯过程中 包括它的抬升 挤压这种过程 使得岩石发生破裂 不同方向的构作用动 它形成不同的节力份 为了更加直观清晰地看到戴固地貌的形成过程 专家带队员找到一处和固十分相似的小山丘 管教授 您看这一块的瓶头 这应该就是碳酸盐吧 碳酸盐 很明显的碳酸盐 这两层上面是图属这一块 它是中后层碳酸盐 下面熬进去的这一层 明显是叶盐 两层盐层交比叶盐 它的靠清晰能力很弱 碳酸盐的形成也就是这两层盐时 差异分化引起的那个崩塌后退而形成的 那么同一座山中 为什么山脚下为较软 以分化的叶盐 而山顶上却是相对较坚硬 不易分化的碳酸盐盐呢 专家说 叶盐和碳酸盐盐都属于沉积盐 它们是在地表和近地表的条件下 由松散沉积物固结而成的岩石 由此专家初步判断 整个戴古镇这片区域应该曾经深处海底 使亿万年的地质作用造就了今天这种独特的地貌 而如果能在周边找到海里的古生物化石 就可以确定这个推测 于是 科考队开始扩大搜寻范围 希望找到更多有利的证据 在这个岩层附近的好几个层里面 我们发现了三叶虫的残器化石 这里面这个黑颜色的 长条的弯曲的 一边尖 还有弧形的 这都是三叶虫的骨骼的残器形成的化石 专家说 三叶虫是距今约五亿年左右 寒武纪时代生活在海里的古生物 科考至此 大家已经基本知道戴古地貌的形成原因 在亿万年的地质构造中 蒙茵县乃至整个宜蒙山区 经过了不同年代的海底沉积 形成了带古上层是碳酸炎炎 下层是叶炎的独特地貌 随着剧烈的板块运动 宜蒙山区龙出海面 此后这里受到地表水常年牵食 河流切割 风化波石 重力崩塌等多种地质作用 下部叶炎松软 已遭受风化波石水土流失严重 上部厚层碳酸炎炎坚硬 使岩石的平顶得以部分保留 因而形成桌壮山 或称方山 即大家今天看到的戴古地貌 那么这种地貌为何集中分布在 戴古镇一带呢 因为咱们形成这种固的都是 那个海洋系的巨厚碳酸炎 是吧 它这个地层啊 也一个二十多米 最后能达到三十米 它这些炎层 在这个地方出路的比较密集 而且这个这一块地方 现在只有是从地质图上看 它就是中海洋桶的那个碳酸炎 专家说要形成戴古地貌 必须要有极厚的碳酸炎炎 在亿万年的地质构造运动中 戴古镇境内密集分布着 下部为叶炎 顶部为碳酸炎炎的身体 而周边区域则由于沉积情况复杂 没有形成特别厚的碳酸炎炎 所以也就不具备固的地理条件 因此才会出现固集中分布在 戴古镇的独特现象 特殊的岩层造就了特殊的地貌 而特殊的地貌成就了伟大的壮举 如今战火封烟早已远去 而这些戴古地貌上的人家 充分利用独特的地理优势 发展着特色种植 盛夏世界 在年年起伏的戴古地貌上 介入成熟期的蜜桃时隐时现 这些蜜桃与戴古地貌 共同弹奏出一曲刚柔相继的自然交响曲 最后啊 转家说 戴古地貌在戴古镇分布其中 类型齐全是亿万年间的地质力量 造就得十分罕见的雄奇景观 这种独特的地貌 以其独有的风韵 威鹅的雄姿 与泰山劳山翘首相望 共同构成了路中大地上的一幅 威为壮观的秀美画卷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